接下来啊,咱把这个一个锁挂多组件器种情况呢,说完了以后,是吧 你体现了这个1.5以后啊,这个Utile.Current.Lock接口 Lock是包里边的一些Lock接口和Condition的一些特点,OK 那么你必须要明确什么呢,就这个Lock接口干了吗,是吧 Condition接口啊,它干了啥,是吧 Condition接口干了啥 哎呦,有个哥们问个问题啊,就是很疑惑,我说老师,我就纠结啊 他哥们两个对象都没你,我哥们老不接口,搞的话你自己出现吗 对吧,不是的啊,我跟你说是什么意思呢,就说 我们吧,我们就在使用的接口 听说是吧,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他说我包里边的接口 我们就在使用的接口,我们实现吗 我们实现吗,我说他干嘛 对吧,或者说你会实现吗 你不可能啊 懂了吧,那老师这个叫什么呀 给我接口我就能用 懂得是吧,我哪里都能用 我用啥呀 他怎么实现的,我怎么用 我说对吧 对不对 他自己在做实现的嘛,我就拿着用一件事了嘛,是这个意思呢 就这样不是有互联系吗 请问这,老师这个是什么特点呢 他的图线 怎么样 替代什么 替代什么 替代同步代码块,或者什么 同步函数 大家,我比他API写的要稍微打败话一下 好吧 不好夺他那个啊 替代同码数嘛,什么样啊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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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样啊 将什么呀 将同步呢 引识所操作变成了显识所操作 是要吗 做完事了呗 同时怎么样 同时更为什么 更为灵活 可以一个锁上怎么样 对,可以加上多组什么 坚实器 就这么回事 大家 而且有什么方法呀 叫做 捞克方法 这什么 获取锁 获取锁 捞克方法 这什么呀 叫做 释放锁 同时怎么样啊 不是 这是后面写啊 通常需要啊 定力到哪 找到 finally代码 块中 这就完了呗 对吧 这个锁必要是吗 不是吗 不行 condition就会蛮用的 啊 真的 他的出现 替代谁 替代了 奥巴杰克的中的什么 这个 为他呀 notify啊 n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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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方法 对不对啊 t2的方法 那 叫什么样呢 将 这些 坚实器 方法 那 单独 进行了什么 进行了 风格 啊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 坚啊 condition condition 监视器 对象 那 可以和什么 可以和任意的什么 所进行 组合 就哦了嘛 大家 他里面听啥方法的呀 能废话吗 首先有人 await 相当于wait吧 singled 相当于notify 啊 诶 写错了 singled 还有一个什么 singled 相当于notify 就完事儿了 大家 欧了吧 欧了 啊 这也不再多说了 大家 像这样的对象 老是要不讲的话 其实你们一样可以用 来 大家往这看 这里边 他本身 给我使用了一些范例 让我们可以简单的爽一下 别忘了 大家 在使用的时候 该怎么去用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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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 首先有一个 lock 接口 在用的时候 他给你 使用了一些什么 是不是常用的一些 代表范例啊 哎 人家就告诉你了 是范例 这个就是 try 范例 这种应用了 大家 不如再废话了 请跟着呢 在我们看 continus的时候呢 嗨的屁了 有没有 人家直接给你 拿了一把范例 让你爽歪 好吧 然后这范例呢 没想到有根本怎么样 一看完以后 不是爽歪 直接崩归 来 大家 我们简单的读一读 好吧 啊 这个范例呢 本来吧 正常来讲呢 我们讲那个 生产消费者是吧 应该举一张的例子才对 懂得是吧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实际 开发用的情况 哪有用一个变量的呀 是吧 说你吃着一只鸭子 我就说吃一只 我刮 我一直生产 没有 我说刮一堆鸭 我可以刮一堆 你咳得兆 我吃 你拿光了啊 我在生产 对吧 我吃了 过满了 快生产了 就不生产了 我等你吃 就这意思 那么大家往这边看 首先呢 这整个包的buffles 是缓冲区 这里边呢 有一个锁 有没有 这里边有两个什么 JRT 这个叫做 飞满 叫飞空 这能听懂吗 我那里边定义的吧 是一个内部变量 几乎是烤鸭那名的 这给我里边定义的 是一个宿组容器 这里边放的是对象 怎么样 说白了 人家是真正定义了一个能装一百只鸭子的什么 筐 屁了吧 是这么回事 那下面什么样啊 下面这些 一个布的是存 一个质是取 对不对 抗的基础器 这些全都用来干嘛 操作宿组的什么 变量 一起看一看哈 这个buff里边 我们就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存 一个是取 这存都认识吧 我们俩都认识啊 这个存呢 就说 你给我这鸭子 注意听啊 我会把对象说成鸭子了 能听懂吗 你要费点力成馒弄也行 听懂我意思吧 但你不得知道吗 心脏必须有牛吃啊 说馒弄有劲吗 对吧 得说烤鸭 好吧 你给我一只鸭子有没有 我看 是不是进来了呀 拿到锁 是这样 注意听 如果你拿到锁了 在里面操作过程中 这根能取吗 是不是能取啊 你们用同意的锁 听没了吧 哎 用同意的锁 这根们一拿到锁以后 这根没读他 就拿出锁了吧 哎 就这么个意思 那个什么 因为这个锁是互斥的 听没什么叫互斥了吧 你拿我拿不着 没有吧 OK 然后在这里边 我拿着锁以后 我进来 我开始判断了 我拿着看 是不是我要判断 记住大家 判断标记的时候 判断条件的时候 一定要 因为安全 听不懂是吧 记住的没错 因为我要安全 我每一次醒来 我都先判断标记 听不懂是吧 这个是最安全的做法 哦吧 因为这标记到底会不会改 谁谁都不知道 啊 所以我每次醒来 我就先看看 到底有没有 有我就不做 没有就做 哦 是吧 哎 记住这个 这个外奥是必须的 而这个到底是不是 哦 这就不一定了 明白 我如果能实际 唤醒对方 我根本不需要哦 哦 大家 因为哦 可是会把本方唤醒的 可是如果你挂了 多组间隙的话 大家 是不是可以唤醒对方啊 说到师傅 对方想唤醒 和换一个有区别吗 还有点区别的 大家 你试想一下 我把对方全唤醒 是不是有一个活了呀 我把师傅全都活了呀 那师傅只有学来运行啊 这个运行 为什么我给你改 改掉了啊 这个你改掉以后 另外一个人都再过来 是不是要挂呀 那么那个 另外一个人还过来吗 又不用了吗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换一个人就完事了 是吧 你们也不要换太多吗 没效率问题 来看看哈 这是激输器 这是我们宿主的长度 如果激输器到了宿主长度 烤到位了 这壳子里边 是不是装一百只烤鸭了一跤 大家还烤不 不烤了 是就喂他 就这意思吧 就喂他了吧 那么说没烤完呢 我这还好多只呢 是吧 可见到 是不是来一只存一只 对不对 看这是不是 动不少 哎 这脚标嘛 存嘛 存的指针嘛 来一只 王宿主存一只 来一只存一只 大家看这个存的是不是在建江 对吧 我存在平脚标上 也告诉你什么 另一边加加加变成一嘛 大家 一是不是长度啊 不是 是要吗 那没事 如果加加变成长度了 大家到位了吗 到位了 我直接干嘛 把这个指针 置为零 烤鸭 青红 谁也问 别逗了好吧 置为零啊 你以为说 我倒了烤鸭 烤鸭烤鸭烤鸭 满了以后吧 都倒掉 他就重新造 不是吧 就是说 我这指针到位了以后 明白了吗 我已经生产到 第一百只烤鸭了 那怎么办呀 那么我是不是要回过头来 我再继续从 第一个开始生产呢 就是我生产 我在生产 我生产到第一个位置上放了 老师 你不是满了吗 是这样 你不是有人消费吗 啊 还听懂吗 这个 你不有人在消费吗 你生产 从一号开始变号吗 对吧 生产一烤鸭 二烤鸭 三烤鸭 四烤鸭 我就一直一直在生产 就是说就是这样吗 是吧 然后接干嘛呀 他接着 消费者不消费吗 他不是拿口鸭来了吗 他怎么拿呀 他从一号开始吧 我拿一只口鸭 再拿第二只口鸭 再拿第三只口鸭 是不是啊 他就完了 就这样吧 是吧 然后呢 大家看 他们如果说没有到长度的话 那么这个炕鸭这家家 再记住住呢 口鸭的数量嘛 那么记住口鸭数量 是不是意味着我生产一只了呀 生产一只我是不是告诉谁呀 我是不是告诉另外一个 取的哥们过来 哎哥们过来取一个 是吧 我不是不是过来取一个 哥们有了 过来取来 没错吧大家 那就熬了吗 大家 几个人呢 康就把锁给释放了嘛 然后把取的哥们来了吧 取的哥们一来怎么样啊 判断说 哎 有没有 有没有样子 这是不是记住数量的呀 没有 等于零吗 没有 怎么办 wait 就等了 哎 就这意思吗 大家 然后怎么样啊 那我马上是不为零的 那不就有啊 有怎么办 取吧 我从零脚上开始拿 懂了吧 你不是扭吗 你不是从零 你不是从零 不是什么 我放着吗 我就从零开始拿 我拿一只 把以后 判断说我家家了吧 这就变成一了 一话判断说到场中呢 没到 实际上吧 那就继续拿 那到场中怎么样了 智为零 有没有 我就是什么 我一直拿到什么 没有 只有一只了吧 那么是不是 回转 再从零开始拿呀 就是那意思吗 刘里面开始拿 靠牙呗 我拿一只怎么样 少一只吗 那你跟着我什么 告诉你 应该说 哎 我现在说啥 对不大家 就这么回事 明白了吧 就这个 我这个 我不画一百个 一百我画不下 我就画什么呀 我就画十个 我十个都懒得画 我十个画一个得得 好吧 是什么意思吧 好吧 哎 你看着 你看着 我举个例子 可行吧 我就一圈举例子 我也不会画好压 就是生产者是这样的 生产者是 我生产一个 生产一个 生产 我生产 我生产 明白吧 他一直在生产 OK 消费干嘛呢 消费人从那边也拿呀 对 我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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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拿一个 能没有这个吧 那就这么回事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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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产 我生 哎 忙了 哎 回来 我这生产 生产 我这生产 懂我意思吧 这个没什么样 我就 我拿一个 我拿一 哎 再拿一半呢 我拿一个 我再拿一个 懂我 我就回来 从头 我再拿 切懂了吧 就这么回事 大家 其实这种做法比较常见 明白了吧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操作数据量数比较大呀 对吧 你搞一个 消费人一次 生产一个 这不太合适啊 这个 是吧 我们就可着劲着生产 你们就可着消费 对吧 那就完了 什么停啊 生产满了就不就不生产了 消费光了就不消费了 听闻是吧 那是什么 党内 我们在这生产告一声 对吧 这所有的等待 唤醒机制 是这样的 那么回来看 这代表什么可以看得懂了呀 是不是 是吧 那么这代码呢 你们可以试试 把它自己做一遍 听不见了吧 自己做一遍 那么注意 这个位置的方法呢 它会抛出一场 那么它没有去做开始动作 是因为它抛出来了吧 谁掉了我怎么样 谁来处理 是不是 你要越来这边做开始 是不是也可以呀 完全可以 大家 那这个例子呢 我觉得比我们说要复杂一点 大家看我这个 你发现 我这里边是不是只有一个内部和一个亢子呀 对 而它这里边呢 就比较繁琐一些 因为什么 因为有术祖 那意味着 是不是有指针 对 而存在取的指针呢 它得分别定义 听明白了吧 同时还得记住什么 术祖里边元素当 个数 ok了 这个呢 是它这个代码势力 相对比较繁琐一些的 上面有去写 因为我们要是刚写这个实力的话 你们光昨天的术祖是会晕半天的 我估计是 因为代码不要繁琐 所以呢 把这实力想完以后再看 就很容易多了 ok 再多的就不能再多说了 这里边就讲了一下 这多生产者 多消费者在 1.5班门以后 是如何进行解决的 原理就是 一个锁上挂上 多个坚实器 ok